大家好 我是呂韻 現在剛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 今年22歲 比較常扮演的定位或角色是 音樂設計 那在這件事情上 可能對於音樂上 就會有比較多的 可能敏感吧 敏感度 但我覺得終究還是跟流行音樂 有點差別 跟自己的對話 好假如我就講空拍這首歌好了 它就是一個在我 正想要 做創作這件事情時 我卻好像 可能被一道牆 卡在我前面沒辦法做的 這個心 心態 這個狀態 那這首歌的 開始就是這樣 這樣開始的 之前好像都沒有說到什麼 比較偏激或是攻擊的言論 是這兩首 這一次有人在下面留言 因為我都會看留言所以就有看到 就覺得哇 原來 原來這就是惡意攻擊嗎還是什麼的 就是別人的一些話語 但 莫須有或是我真的想不到的 我就是 就是調適然後就是看看這樣 現在講得很容易 但我不確定到時候 容不容易 對 聽到空拍的時候 聽到我的歌聲 還有我創作的詞 從那時候開始 就是好像無論它在哪個低潮的階段 總會想起一首 這樣的歌 然後這麼一個歌聲 可以治癒自己這樣 然後最後又 就是鼓勵我說 謝謝我 希望我繼續加油 別忘了初衷 也別迷失了自己 繼續朝著夢想前進 其實搞不好認識朋友這件事情 是參加比賽的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對 因為 或許 未來 畢業之後 大家沒有在這種大專院校的比賽圈 搞不好未來也是 大家都是 要往同一個路 邁進的 夥伴們 對 那如果你在前面就建立好關係 之後的道路 你就是互相扶持 互相打氣這樣 互相幫忙 對 所以這很重要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 玩得開心 然後多多認識 參賽者 就是你身邊的朋友 或是別的 你欣賞的人 多去跟他們搭話 然後 就是 享受 享受舞台 就好了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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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